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佛门弟子 又不能将他们杀死 怎么办呢 西热多吉师兄曾说 当遇有蚊子叮咬他 他便念六字大明咒供养之 蚊子立刻飞走 对蟑螂也如释 后来蚊子和蟑螂在他们家绝迹 我当时还不大相信 后来我也照办 蚊子和蟑螂在我家也几乎绝迹 五弟在老家的农村 夏天家中蚊子极多 每天要打死许多的蚊子 自听我教导 不能杀生而要发慈悲心和菩提心 天天念大悲咒三十遍和六字大明咒上千遍 奇怪的是 现在他在蚊群中静坐念咒一个多小时内 蚊子竟然不咬他 事实上 任何生命之间都是可以沟通的 净空法师在《和谐拯救世界》中就讲过一个 他和蚂蚁们沟通的故事 下面内容是《妙法老和尚的开示》 相信对所有学佛弟子都非常有用 以下之答全为《妙法老和尚的开示》 我在十二年前住在城市中心的一个独门独院里 那里的蚂蚁很多 不仅厨房里房不胜房 就是我的书房和卧室 也会有蚂蚁爬到身上来 十分讨厌 尽管我采用了种种的药物想杀尽它们 却都不起作用 甚至我撒些蜂蜜或白糖在院子里 等蚂蚁围聚一堆时 我就用暖瓶水烫死它们 杀死的蚂蚁千千万 家里的蚂蚁不但没见少 反而更多了 气人的是 为防止蚂蚁爬到厨房的食品上 我用一根细铁丝 由房顶吊集一个食品栏悬在空中 心想 这回蚂蚁可找不到了 没想到第二天 我栽下篮子取食品时 里面竟是黑压压的一片 火头上的我 把篮子放在院子里 找来就报纸一张 燃着火塞进了篮子里 一块点了天灯 拜过妙法老和尚之后 我知道了不能杀生的道理 尽管当时我还吃三斤肉 再不买活鸡活鱼了 当时却并没有把蚂蚁也 列在生命里面 它太小了嘛 后来我回到家里 又出现解决蚂蚁的问题 当我把买来的六六粉 杀虫记在所有房间的窗台上面 门槛上撒遍之后 突然想到 蚂蚁不也是生命吗 它们一定也是有思想的 否则怎么会那么有主治 有纪律 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想想师父的教诲 令我感到惭愧 突然有一种恐惧感涌上心头 这些年杀死的蚂蚁 无法计算 它们早晚还得找我算账 可现在我又撒了六六粉 不知又要杀死多少生命 于是我急忙把六六粉扫除 又用水冲洗一遍 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便发自内心地 对在院子里爬来爬去的蚂蚁 说起了话 蚂蚁啊蚂蚁 我过去不知道不杀生的道理 杀死的蚂蚁太多了 我刚才又撒了毒药 虽然冲洗了 可窗台门边可能还会有残留毒药 你们千万不要往那里爬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杀蚂蚁了 希望你们也别往我的屋里 厨房里去 院子里你们随便爬 可我要是没看见 踩死了你们 可别怪我 最好在花池里活动 那里没有危险 你们别来我的房里烦我 我也绝不伤害你们 其实当时我也没看过经书 只是发自内心地 对蚂蚁说了这些话 也没想到 我不让他们进厨房 那他们的食物从何而来 几天过后 孩子对我说 爸爸 咱家没有蚂蚁了 其实我早把这件事给忘了 经孩子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几天前说过的话 于是我专心地在院子里 找起蚂蚁来 结果一个没有 我想是不是有什么气候原因 使这一袋蚂蚁都没有了呢 于是我去左邻右舍查看 竟然全有蚂蚁 这一下可让我惊喜万分 这个喜不是因为蚂蚁没有了 而是我明白了 人是可以和其他生命沟通的 只要你是真心实意地说话 做事一定有感应 我当时如果每天在花池里 撒上一点食物的碎渣 就给了蚂蚁活命的粮食 可是我不懂 又请求蚂蚁不要去厨房 那他们只好办家了 从那年起 我在此地住了六年 一个蚂蚁也没出现过 归一之前的我 杀生吃肉饮酒 可以说举心动念 无不是业 无不是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应呢 一是诚心所感 二是佛菩萨加持 佛大慈悲 普度一切众生 无论哪一个人 只要他有一丝善念 佛都会善巧方便地度化他 引导他对弃恶向善的兴趣 古大德教会 欲令入佛制 先以欲勾迁 我是属于愚昧无知的那种人 靠说教和书籍 不能令我闻 寄信寿 只有眼见的事实 才能折服我 进而去追求 去实践 这也可能是我以后 学会念经念佛 回向给众生的缘故吧 以上示例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家情况处理 总之要把这些 被我们称作害虫的动物 当作人一样地去对待 要知道 你越杀它 它越恨你 无论大小动物 都能分辨出 人的真心假意 因为我们以前 杀某种动物太多 不要指望说几句话 念几步经 它就不恨你了 要经得住 它们对你的考验 只有真心 才能感动它们 室内的巢虫 蟑螂之类 可以提前三天 告诉它们 家里要搞卫生 请它们赶快搬家 到第三天 如果还有 就可以扫除了 不要有意弄死它们 扫除的同时 口念佛号 往生咒 大悲咒都可以 超度那些 被你无意伤害了的 小动物 妙法老和尚说 这样做比较如法 久而久之 就都没有了 如果你是位 不紧不识昏腥 而且是个 了断了淫欲的修行人 你说 叫他们哪天搬家 到时 你就见不到他们了 因为你的功德 足以使他们 离苦得乐 好比国王大臣 想叫哪个人致富 一句话就可以了 而一般的善知识 则需交给穷人 按部就班的生财之道 所以 忏悔 持戒 诵经 养德 是修行人 时刻要铭记在心的 各家情况不同 请自斟酌 以不杀生来讲 我们有哪位同修 敢说自己从来不杀生 实际情况是 你在哪一天没有杀生呢 你煮开的水里面 有没有生命 呼吸的空气当中 有没有生命 走路时脚下 有没有生命 冲凉时 浴室里 有没有生命 但我们从来没有起过 杀生的念头 从来不曾想 我走路要踩死你们 煮水要杀死你们 绝对没有 所以 无心造恶 不在阿赖耶石里 存留影像 就没有过失 有过失也是极少 前些天 我领着一些同修 到山上去种地 你说种地 杀不杀生 杀生啊 按理讲 我们受菩萨戒的人 连草都不应该杀 但是我们不杀 让别人去杀吗 站旁边看着别人杀 就正确了 既然这样 那就善巧方便吧 一边拔草 一边念往生咒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还有 如果农民种的庄稼上 长了虫子怎么办 也得要想办法对质 我们可以在田里 点上几炷香 给这些众生 都做一下 归一 然后讲明 明天就要打药了 请这些众生 赶快离开 否则明天打药以后 就再劫难逃了 如果在头一天 这样去做 一夜之间 他们就离开了 有 也是极少极少 我曾经做过实验 离吉林大碑村不远 有个地方叫烟筒山 有一次 我们到那里去解法园 有位农民就找到我说 他家的玉米田里 到处都是叶稻虫 我跟他到地里以后 就用这个方法 给他们都归归一 念念听闻解脱咒 边走边念 阿比蒋大哥 阿比甲当嘎 我告诉他们 明天主人就要打药了 农民都以种粮为生 不打粮食 让他们怎么生活呢 所以请他们赶快走 第二天早晨 他们去打药的时候 先检查了一下 发现十颗玉米苗上 叶稻虫顶多有一个 几乎是没有了 那么多的叶稻虫 跑哪里去了不知道 在峨眉山的时候也是 蟑螂多得简直是治不了 放几粒米粒在旁边 眼瞅着他们 不一会儿就给吃掉了 后来我就上上香 跟他们说 六天以后我要打药 给你们六天时间 赶快搬走 结果到第六天的时候 我没有打药 所有的蟑螂都搬走了 所以遇到这些事情 要用善巧方便来处理 只要我们心中想着众生 众生也一定会配合我们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